對呀 立刻看著我 有衣服在這裡 我看啊 我們今天有微博和我們 我們今天去哪裡玩 有什麼玩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有什麼玩 但是因為它的風景很漂亮 然後它有一些鵝是生意 相對比較不適合的區域 所以我們希望鵝應該是比較大 豪華和漂亮 看看有沒有影響上打卡 我們就知道其實它平日 星期二 星期五和星期六 有一個時集的 不過今天是星期日 所以就好了 但是 希望也有些東西看 我們終於到了Blancanessa 哈哈哈哈 我們終於來到Blancanessa 然後現在其實是沒有目的地走 我們都不知道去哪裡 但是主要想去看一下漢堡那條河 所以就向著這個方向走 應該是比較難看的 暫時看這個區域 都看得出是一個富貴一點的區 因為你看到它的地是鋪得漂亮 然後那些房子也是漂亮 剛剛又不斷經過一間地產 看一看它的租金 都算是叫做Totable 但是看來這裡買的樓就好像比較貴 我們就沒有能力帶大家看樓了 不過可以看一下它的規格 是一間這麼漂亮裝修的房子 是有475個平方米 即是4千多呎 差不多 對 再加上有一個超大的家庭 再加上有8架房 還有5個車位 是大概 5千0萬港幣 5千0萬港幣 都算是這樣 那麼大間 5千多萬港幣 總是看到一條河啦 這個就是飛機製造廠AIRBUS James說這個廠有自己的跑道 我看到飛機的尾 綠色的那個 我看到這個什麼牌子 什麼機司 不知道啊 掛顏色像意大利 Arritaria 我不知道啊 很多都有一些飛機 對啊 他就在這條跑道自己飛過去 對啊 自己飛 有個機司開過去 是不是 這件事很幸福 有船 有貨櫃碼頭 有飛機 真的不錯 來到德國呢 很多時候有些weekend 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好 不過就是出去 逛逛不同的地方 然後 然後很輕鬆地走一天 那 我們這次去到這個blackness 有河太 很難得的 因為我們住那邊不是很近河 然後呢 還有很美的景態 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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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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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不是漢堡的大美督 很多人來這裡踩單車 對 因為沿著河邊也有單車的 所以也有很多人來踩單車 還有很多人來放狗 好想找一條魚狗玩 好想找一條魚狗玩 還有我們準備了這個 不是廣告 但是真的很好吃的 朱古力 心放我餓得太 真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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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廣告 我也想有廣告檢修 哪有這麼容易啊 不是啊 我在香港會擔傘 但在歐洲會擔傘 真的會被我看著的 是有壓力的 我不行 真的很差勁 我超想擔傘 我最後都是 決定要成為一個 一路人馬上在這裡 每個人都看著 對 立刻看著我 為什麼擔傘呢 國耳呢 我不是很可以吃嗎 沒有那隻隻魚 還沒有那隻魚 只會塞完 或者是有蝦米仔 有蝦米仔 是人家吃牛肉 這是炸磚扒包 應該不能吃飯菜 有什麼評價? 豬味 謝謝 謝謝 鮑油沒有那麼硬 這是好東西 小排不是特別多肉質 它比較薄 但因為這個湯豬的方法和我們平時有點不同 我覺得吃到很重的豬的味道 豬肉是這樣的 因為它不放血湯 因為醃肉不會浸水 所以豬味是很濃郁的 你看到它有多厚 所以口感方面又不是很值得 算是這樣的 到山長水縣來的 又比不起吃這麼多 5元可以讓你坐在這裡 享受美景 我還想怎樣 你又有什麼評價? 這個豬扒包 給我選 我是覺得澳門豬扒包比較好吃 不過這個也不錯 你看到我很想吃 不要這樣 回家給我一支 好,就有Facial Bell 有了 不一樣 它的魚口 不是麥記的魚口 它混了很多 這是Facial Bell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挺好吃的 有一點像薯蓉 可能真的加了薯仔 還有點香料 我喜歡這個 雖然它不是熱的 它是熱的 是會好吃的 它有一次是攪了薯仔 你喜歡吃荷蘭的嗎? 荷蘭的嗎? 荷蘭有很多 有很多這些炸的薯蓉 荷蘭之類的物體 荷蘭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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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是哪個 中間好吃 這個是 Marcher Spili 當然是德國北部 還有荷蘭很常見的其中一種 熱了的欺凌魚刺身 鹹鹹的味道 是生的 是生的 但是很好吃 通常就配這個生洋蔥 但是我真的不能吃生洋蔥 所以你先吃 我為大家表演吃生丸 其實呢 它是熱了的 但是洋蔥很重要 因為沙菌 我開機那位是不吃的 沒辦法 唯有一個 你吃到夠了 今晚不疼你 其實我很多生洋蔥 是好吃很多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吃洋蔥 我真的很不喜歡吃生洋蔥 對不起 我跟我在荷蘭吃的那個也是很類似的 是同一個包 我以前在荷蘭交換的時候 即是回學校 在午餐裡買過這個包 就會去上學 對於不吃魚的人來說 其實都挺腥的 其實我覺得 但是 我覺得OK 我不是特別喜歡吃魚的人 但是我覺得可以接受 尤其是有洋蔥的話 沒有洋蔥就可能辣椒 但是我覺得它腥也很好吃 就是要它腥 我記得洋蔥的話 是有它的香味 OK 我可以吃一口有洋蔥 我嘗嘗一口有洋蔥 我鼓起勇氣 我才把生洋蔥 你拔過而已 好 你只能吃一條洋蔥 一條太多了 我只想一顆 我好怕 我怕生洋蔥 其實沒有洋蔥 可是洋蔥不是太重的味道 因為魚本身已經很鮮 它是混在一起的 是啊 說到蝦蜜蜜的味道會比較好吃 謝謝 是湯啊 有些蝦米和蟹粉 這個是蝦湯 還有蝦米湯 有時候很防水 這個叫蝦米湯 但應該是蝦 其實整件事真的很混亂 蝦米的蝦蜜一般是甲國動物 但裡面是一種叫Floops Krabser的海鮮 而Floops Krabser其實是小龍蝦 所以Krabs Super是小龍蝦湯 之後的Klarben一般是指蟹 但這裡說的蟹並不是蟹 而是Not Seer Klarben 那這種Klarben是這樣的 所以它的真身是蝦 並不是蟹 所以這個湯在德文譯的字面上 你可以理解成是有蟹的甲鶴海鮮湯 但你看完都不知道自己在喝什麼 而實際上它是有蝦的小龍蝦湯 我重新 它是有蝦的小龍蝦湯 還有要說三次Krabs Super是有蝦的小龍蝦湯 我讓我試一看 很香 它不是很濃淡的味道 但也有蝦香味 讓我試一試 它的蝦不是很大顆 有蝦米仔 它的蝦是這樣的尺寸 讓我先吃蝦 興趣 是好吃的 對 我覺得很香 很香 對 它沒有很多其他的材料 所以它的蝦味很順 真的很濃郁的蝦味 但也不是我們平常吃的蝦味 我看到它有加忌廉 很開心 很好吃 對 真的很好吃 對 我想學成 好好喝 不然我趁京風也照過鏡頭 讓我先喝上去 那我懂得聽 好斜啊 樓梯是我的天敵 無紅無准的樓梯 我們有無定向周圍走 打算走去 看觀景和日落 但是 很少日落下去 還沒看到 現在還在走過去 差不多了 為何三更多 哇哇 我被狗嚇到 我很少被狗嚇到 它很兇 我們現在繼續走 我看到樓梯 有個牌子 所以應該是差不多了 而日落下去 即是落得七七八八 不過我開始有彩客 應該都可以的 海海在那邊 對 好像有點彩彩彩的 很漂亮 還可以 很輕鬆的 是不是可以下去的 好像一輩子 會看到我們 我們終於走到沙灘 回到那裡 會看到日落 很恐怖 有一點照片 但是 都很滿了 在這裡的週末就是這樣過 很輕鬆 很休閒 這樣就是一天 然後明天星期日 那些人都繼續上班 我們繼續做廢星 好了 我們休息完 吃完晚飯了 所以現在要回家了 如果你想看更多 我們在德國的遊記 就記得 like subscribe 按個鐘仔 記得下面留言 還有follow我IG 和Facebook 好了 不行 上斜路了 沒氣 好 就這樣吧 拜拜 下條片再見 拜拜 這個是不是玩莘迪的 idea 我們探望一下 感谢观看